警商人员将单架上这名男子紧急送上救护车 过程中也不断对男子实施电击CPR 但男子仍没有呼吸心跳 最后不治身亡 花莲崇德利潭3号上午惊传逆弊事件 这名55岁的戴性男游客和7名家人 在玩独木舟时10点多 男子却突然身体不适 教练赶紧让他下海泡水 结果泡水途中教练察觉戴性男子表情有异 立即将他带回上岸 但此时男子已昏迷不醒失去了呼吸心跳 11点多救护人员接获报案后 赶紧将男子送以抢救 却仍不幸身亡 上午10点43分 本所接获通报 有游客体验独木舟后 身体不适并于返回岸上后昏迷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民众洋塘与海滩 已经有现场其他民众在为他进行CPR 我们立即接手做急救处置 消防人员表示 男子疑似有性血管病史 经送往医院后抢救不治 但真正的死亡原因 海人待后续法医相验后才可厘清 记者刘吉娇 赵沛与花莲采访报道